原來我生小孩什麼就是 很難生嗎 沒有 就是因為我要在家裡 怪也很擔心嗎 怪已經鬆了應該還好吧 沒有 就是要在家裡養胎 或者是擔心寶寶怎麼樣 會有時候就是 骨盆的地方有點不舒服 會不會是因為我這一段 運動節食 然後造成骨盆有一點就是 沒有那麼的健康 我有一點在這樣子想 懷疑喔 OK 雨昕呢 除了妳的旋轉伺服很以外 我覺得我也是強迫症的一員 就是節食是 到現在我也都在節食 但是我覺得最嚴重的時候 我是曾經斷食三天 好厲害 都不吃 在急速要讓你瘦 三天 喝水嗎 只喝水 而且水可以就是盡量 不要喝 不要喝 就是 就是有意思嗎 太激烈了吧 大家有這麼驚訝嗎 三天耶 肉身菩 我跟你講 就肉身菩薩 但是我跟你講這是非常不建議 但是我那個時候是挑三天 我這三天都沒有工作的時候 然後就是 就沒工作才要吃 我的規定就是躺在床上不准動 就是這樣躺著 天啊 那你這樣骨盆也會真的嗎 然後就趕快一直睡 然後睡起來 好 趕快去洗澡 洗完澡就 然後躺回去催眠自己說 我好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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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喝奶油 然後三天 我第四天是狂吃吧 然後發現 雖然就三天之後會瘦非常快 但是之後呢 就是皮膚會黃 黃到變心腐生家庭 這麼黃啊 超黃的 變小小兵就這樣 對 變心腐生家庭 真的真的就是很黃 原來小小兵是有關於這個人 真的 真的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方法不OK 太傷身了 然後我就想說 試那個六點之後不要吃 你也試過 但是 我就想說 不行 六點之後不要吃 那個速度太慢了 我就提早到三點 三點 那你等於是晚餐 根本一口都沒碰啊 但是重點是 下午一點 我一點起床 所以你只要一點到兩點 到三點兩個小時 可以吃東西 對啊 所以就怕 剛剛你們這些行為模式 你導致的 是你無法想像的 來 小心 真的會有一種鬆弛的現象 但這個到底怎麼解釋呢 而且會不會真的跟 懷孕生小孩有關啊 比較好生小孩吧 來 陳醫師 我剛剛聽到的那些方法 很懷疑是 以前 慕乃妮應該就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不斷地反覆地脫水 在灌水的感覺 剛剛素卿也提到了 這樣子之下 會不會產生一些皺紋 我今天就介紹 骨盆腔的皺紋給大家看 真的會有啊 是會有啊 這是骨盆腔 當然大家想到骨盆腔 以為只有骨頭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東西為什麼不會掉下來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 地基打在這裡 就地基 這個是俯瞰的角度是不是 對 它是俯瞰差處 由上往下 對 由上面往下面看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後面要有很多肌肉撐著 那這裡面呢 骨盆底的肌肉要幫你撐著 可是這骨盆底的肌肉 是由肌肉還有旁邊很多 韌帶幫你組織起來的 所以你反覆地脫水 你反覆地很 卡路里不夠 蛋白質會被用掉之下 你的肌肉會越來越脆弱 所以剛剛有提到 家文有提到那個 你會覺得減瘦的時候 會覺得肚子空空的 對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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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的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像是 你覺得這裡好像有東西 要往下墜 對 的那個感覺 滿明顯的 沒錯 其實就是這個 這本來是一個水泥地 被你弄一弄 已經變成一個軟地了 所以它就有點往下垂 但是肌肉還在 它是不會完全不見 可是它要看更重要 在前端的部分 我们在骨盆的前端 还有分三大块 最前面就是主管理 泌尿道 膀胱这个部分 中间是生产生材质的地方 后面这个圆圈 那是肛门口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前半部的地方 如果有松弛的话 个别就有个别的症状了 如果是在前面 就是有一些比较容易 泌尿道的状况 容易贫尿 你会觉得尿不干净 怎么一直跑射所尿不干净 不一定是感染而已 第二个在私密处的地方 像印道的松弛 大家不要以为 生完小孩才会松弛 其实像你们这种 反复的减肥 你会觉得里面空空了 如果在亲密活动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 会有一些怪怪的排气的感觉 就是那边松掉 那至于说大肠直肠 最近很多一些便秘的情形 或者是肠肇症 解便不干净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 以前我们讲到骨盆这样松弛 都是讲什么 因为很老了 因为停心了 会随很多孩子 这是老人的才会有 我记得我18年前 去美国进修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觉得 他还开一些骨盆枪松弛 整个垂坠出来那些疾病 老外都是35岁40岁女生 可是在我们 对 那时候在我们的年代是 65岁70岁 生超八个十个的阿嬷 才来开这种 可是这十几年来 我们也看到很好玩的趋势 大概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我们已经发现在门诊 已经有点稍微脱垂的 这些现象出来 那你知道现在四五十岁的人 其实也都是生两胎而已 不是你想要这种生 还有一个族群 我自己看到现在比较好玩的 是差不多 因为最近反复地减肥 其实不一定 只是造成木乃伊硬化而已 其实 所以那松垂的感觉 格外明显 第二个就是最近的运动 因为大家现在慢跑运动很多 可是 当然比较成熟以后 你会去做一些暖身 先慢跑一下下 让他身体的整个展开 可是很多人就是 即时急行军冲了就做 就会忙做才有效 所以突然的肚子用力 也会造成你的肌肉底 骨盆底的肌肉没有办法承受 它也会松弛掉 所以如果依照这个 看你肌肉松弛在哪里 症状不一样 嘉文你有符合 刚刚陈医师所说的 比如漏尿也好 我有 平尿跟漏尿都有 最明显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在减肥的时候 就是运动很激烈 跟吃得很少 然后我就发现 我会一直平尿 可是我就想说 我唯一有平尿经验 就是尿道炎的时候 因为尿道炎 你会一直想上厕所 的那种平尿 除此之外其实没有 可是我在那段时间很容易 然后平尿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变成是 好像那个膀胱不太有感觉 因为膀胱想要上厕所 不是会通知脑吗 我想上厕所 就感觉好像不太敏感 通知不到 就是对好像 他就没有跟你说 你想上厕所 但是我们可能现在笑一笑 他就漏了 真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 刚开始觉得 我是上网Google 人家说 你一定要生完小孩 什么 才会有可能 我想说 那我怎么会这样 那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以前有那个 尿道炎的病例 然后我还有肾脏 的问题 所以我很紧张 后来我问 他就说 因为我很短的时间 里面什么东西都太剧烈了 所以他说那个肌肉 就是控制的那个东西 弄有问题 不过黄医师 这个还有哪些行为 会让我们这个骨盆的松弛 会导致的原因是 我们除了 因为我们会 刚刚陈医师有提到 就是现在人 好像这个年纪越来越轻 其实它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我们现代人 很少像古代人会蹲着 像很多那个以前古代人 就是他们可能 种田吗 对 他们会种田 会差样会蹲着 然后在河边洗衣服 会蹲着 其实我们在蹲下来的 这个状态里面 我们是会练习到 我们的下肢 包括骨盆底肌群 这个地方 那因为现在很少人在蹲 多半人都坐 那坐久了 就是你没有去训练它 很多人去做训练的时候 像比方说它运动 然后去做核心的练习 可是它核心练习没有练到 骨盆底这边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 负压身高的时候 也会让你的骨盆底比较松弛 譬如说很常咳嗽 比较容易过敏的人 然后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呼吸技巧不对 然后它骑脚踏车 是整个就是贴在脚踏车上面的 对 就是它坐垫 坐得很紧密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坐垫的时候 是要有一点点抬起来的 其实坐飞轮的时候 你不是整个屁股坐在那个地上 要旋空的 你现在有点旋 因为它要练你的核心肌群 然后练你的骨盆底 所以你的臀部 是不能整个靠在那个垫子上面的 你整个靠在垫子上面 它其实它会有一个反压的力量 所以它直接就是撞到你的骨盆底肌群 然后我们负压身高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赛 Size 威蝉与英格 订阅 衛与英格 汇与英格 威蝉 决 腿筒 丁队 花 威蝉与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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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蚉与英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